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小艾新生入学 学校特别安排有趣的机器人互动课程 带领小艾新生融入新的学习环境 开学日 小艾爸爸市长谢果良 特别来到正兵国小 跟每位小艾新鲜人开心集长 欢迎他们上小学 正兵国小邀请新生敲智慧锣 走智慧门 还请出小小机器人带领市长和小艾新生一起跳舞 我觉得特别的兴奋 也有一点紧张 为什么 因为其实也就是这个年级 我的女儿小艾她今年也要念小一 所以我送完这些正兵国小的孩子以后 晚一点我也要送小艾去上课 我看到这些孩子都觉得长得很健康 很开心 然后每个人都精神抖操 然后都来学校感觉很期待 那其实我家的孩子也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我们教育环境教育机构 除了教孩子以外 其实要培养孩子对于学习的一个兴趣 跟校园环境是一个喜欢让孩子待着的地方 因为我小时候课业 我觉得相对还记得很重 所以有时候就是 有时候对学习会有一点点抗拒 长期来看 所以我觉得学校如何维持一个让孩子们喜欢留着学习的环境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很重要 所以我透过送孩子上课 透过跟这些孩子互动 我自己也想我们在教育政策 还是有待更多我们一起可以努力的地方 为了欢迎新生入学 市长谢国良致赠给每位新生优质绘本及铅笔盒 期许孩子们都能热爱阅读 此外也准备给新生家长的一封信 赠与家长会长钟馨怡 向家长们传达是否正在推动的重要教育政策 也表达对于教育尽最大努力的宣誓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另外 成功国小校长陈怡君带领老师们装扮成著名电玩马力欧中的人物 开心迎接58位小姨新生 走过聪明层 你的宝贝会变得聪明又奇怪哦 通过聪琴门 成功国小校长陈怡君和基隆市议会议长同职位 逐一跟着58位小姨新鲜人集长 热忱欢迎他们加入成功国小这个大家庭 成功国小音乐班学长姐更用音乐迎接这群小小学弟妹和陪同的家长们 一起迈入求学过程中另外一个重要的阶段 8月30号开学日 一大早成功国小校长陈怡君就带领老师们特地着装打扮成著名电玩电影马力欧中的可爱人物 迎接58位小姨新生入学 让小朋友们在快乐开心的氛围中进入国小 不会害怕也让家长放心 我们今年的一年级的新生总共有58位 那学校呢特别以玛丽欧的造型 校长跟主任还有老师们用玛丽欧的造型来迎接我们一年级的新生 那我们希望成功国小的小朋友呢 有玛丽欧爱冒险进取以及勇敢的精神呢 克服呢生活中种种的挑战以及困难 只有今天哦 玛丽欧只有今天出现哦 但是呢你们每天还是要继续来上学哦 激动市议会议长童子伟也应邀特地到学校用集长 以及制证绘本和防灾头套的方式 欢迎这群小小新鲜人进入成功国小就读 更特别推荐对于音乐有兴趣的小朋友 三年级之后也可以加入成功国小的音乐班学习 那我想我们以成功国小作为校园的新改造计划 把我们的社区改造跟成功国小共融 那我们当然刚刚校长提到音乐班 当然也用开场表演是音乐班的小朋友来做表演 希望大家以后三年级的时候也可以加入音乐班的行列 我想成功国小音乐班是全市唯一的一个国小的音乐转班 那也有非常多的特色的教学 那老师也都非常的卓越 那我上次也来这边表演过 那我们把琴房整间的非常漂亮 像电视的场景 那我们希望大家走进校园都是感觉到非常愉快的 它是一个跟社区共融的公园 未来即将又有一件迪迪迪迪作这个活动中心来完成 活动中心跟操场的搭配 我想在这边读书学习会是非常快乐的 那我想我们在校园老师 校园长老师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 这个学校绝对是会是我们能爱去未来首屈一直的学校 也希望师求无礼的小朋友都可以在地来救水 拿到汇本和防灾头套的小衣新鲜人 非常有礼貌的感谢议长叔叔的关心和爱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基隆市议会教育小组造极人张耿辉议员 在开学第一天到七堵国校有关心视察 由警察局第三分局和妇幼队负责的行人友善 及互同专案的实施 肯定他们也感谢警方和志工们的认真执行 学童及家长下课过马路警察局第三分局 以及妇幼队远警们 配合学校志工立刻协助交通指挥 紧盯学童过马路的安全 同时宣导汽机车 里让学童和行人先行过马路 警方也拿着手板在路口宣导 教育学童们行人友善的正确观念 由于推动行人友善政策是市长谢国良上任后最重要的施政目标之一 当然也包括对学童安全过马路上下学的重视 因此在暑假结束后开学第一天 基隆市议会教育小组召集人张耿惠议员 特地在七堵区七堵国小关心视察 肯定由警察局第三分局和警察局副幼队 执行的行人友善互同专案的实施 不管是来这边协助行人改善 还是我们不同专案计划也好 都非常认真的在执行 我想尤其行人改善 这个让我们小朋友从小养成一个遵守交通规则非常好 从小让他们养成习惯 那以后长大的话 我看也一定会好好的遵守这个交通规则 我想对于我们这个谢市长的整个正面 在推展这个专案的话 我想正面性非常好 也希望我们全市的市民大家一起来响应 也一起来支持这个方案 副幼队队长吴静怡和警察局第三分局副分局长许耀斌表示 警察局长张树德非常重视市长谢国良 推动的行人友善及互同专案 因此特别指示警察局各单位 务必做好现场执行维护 以及宣导的工作 也由衷感谢市议会议员们的支持 因为我们是要落实推动这个谢市长的行人友善这个政策 那互同专案就是很重要的一环 那我今天看到三分局这边很认真的执行 然后副幼队这边也会来督导办理 互同情路是本分局的重点情路 那我们在开学以后在学校的一个上学和放学时段 我们都会派遣同仁来做个交通疏导 那也让学童快乐的上学平安的返家 谢谢 基督国小校长林志燕也认为行人友善及互同专案是一项好的政策 让小朋友潜移默化从小扎根 学习里让行人优先的正确交通观念 警察单位他们每天都会在路口来协助 那这个家长们都非常有感 而且非常欣赏这样的一个制度 因为学生最重要就是安全 那接下来我们在学校的课程里面呢 也会把交通安全这一块再更加的落实 让小朋友在交通安全的意识这一块能更加的提升 基隆市议会教育小组召集人张耿辉强调 市议会一项非常关心重视各级学校 各项教育及校园安全等问题 对于警察局认真执行行人友善 及互同专案政策的推动 给予高度肯定和感谢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有民众投诉中正区有罚单陷阱 地点在中正路往安兰桥的交叉路口 民众向市议员张浩瀚诚请反应 一块来关心 中正路往海大方向车道来到安兰桥头 只能继续行驶 不过地面上画设了左转标线 民众若没有注意忘了打方向灯 就会遭到检举打屋顶上 是因为它也有路标静止右转 可是现在因为它把它画成左转的标线图了 所以造成用路能无所适从 你现在没打就是违法的 我们这个标线 你照理说你执行车大家执行车 现在因为右转有一些都有人右转 是不是可以把标线没有弄清楚的 禁止右转标线 如果在马路上 你可以喷那个禁止右转的那个数字 不要造成一个陷阱 让民众吃了荷包 民众收到罚单很不服气 但问问周边的住户 大家都没有注意地面上左转的标线 没习惯打方向灯 而实际到路口观察 经过车辆只有少数会打方向灯 到这边你不可能右转 你就是左转 大家觉得我是马路正向 因为你这边是三间道 你这个不是双向道 我可以右转进去可以左转 你到这边一定是左转 所以大家 我想很多人 都认为说这边就是正向线 本来没有多出地下线 后来才弄的 他现在后来还弄了 一定有人会起码对 有被他照相的很多啊 我从来也没打过方向灯 都没有没有看到的 到底是直走还是左转 哪有左转 只有中正路 中正路走中正路哪有左转 不合理 因为他只有一条路顺着左手边走 那他也禁止右转 所以不打方向灯好像也没那么重要吧 那被检举的话当然会觉得很 很奇怪啊 就是只有一条路而已这样子会造成用路人的困扰 这样子 原来不少车辆在行经安然桥头 因为不熟悉路况会右转风忍街造成逆向行驶 市府今年5月重新铺路 在地面上气会了左转标线 不过逆向行驶的情况并没有改善 这样的一个左转的划设其实利益良善 但是我们在这边也希望说我们个里的一个里长 能够向我们的一个居民来进行一个宣导 那那第二个部分我们也增加 我们的一个禁止右转的相关的一个排面 那第三针对于整个道路的一个标线 那我们也请交通处那来做一个彻底的一个研理 那是否这样的一个左转的一个专用的标志 真的符合民众的一个使用的一个需求 我们本市的中正祥风风轮街那个路口 它其实是一个四叉路口 那因为最近有民众检举 就是从中正路往郊区的方向 在那个路口的时候我们有打方向灯 照后方的车辆检举 唯一规定使用灯光 那这个部分呢经过我们现地有去做看过 那我们当地的民意代表也有来做关心 那这个地方要不要打方向灯 我们原则上是尊重道路主管机关它的设置 但是如果在那个设置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在邀请相关的道路主管机关 本局公务处跟交通处来现地做个会刊 然后看看当地的设施是否有需要改善 地面上新设左转标线 大部分用路人都没有注意 有人抱怨根本是故意设陷阱 都被后方车辆检举 市议员张浩瀚建议市府 研议相关配套措施和标线标志改善 以符合道路现况和民众实际的需求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诶学长 我有个困扰很久的事 诶学长 我有个困扰很久的事 最近都有别人约我一起抽烟 学长你可以教我怎么拒绝吗 邀你抽烟的人真可恶 让我来教你 你的鞋子很好看耶 在哪买的 我很不喜欢烟味 烟味很臭 刚刚老师叫我 我先过去哦 我身体不好常常过敏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这对身体不好 为了健康不要再抽了啦 抽烟很浪费钱耶 我想存钱一起去吃好料 抽烟会变老 我才不想跟你一样看起来好老 我很胆小 连糖果都不敢吃了 更何况是抽烟 谢谢学长 你好厉害哦 都请满了 那就随便请好了 先生你这样停车违规哦 新车停泛合法骑油停车空间只能有一列 并且停车方向必须垂直道路 另外必须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间 这样才可以兼顾到机车族停车 以及行人通行的权益 其实拍手 另外地上贴油脚丫子的绿色地贴 禁止停车 几方会严格取缔 绿脚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将店面杂物 层栽机车放在绿脚丫上面 让行人甚至行动不便的朋友们 能够方便同行 远离车辆安全处等待通行 走行人穿越道不愿意穿越车道 遵守号制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 专心过马路不滑手机 行经路口停让行人 无号制路口遵守停让 至路口中心点再转弯避免死角 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从2007年地结姐妹市至今的 宫古岛市到基隆参访 双方互访交流频繁 市场谢国梁期待 未来能够持续深化交流学习 在名阵处长张元祥 姐妹市促进会理市长 陈士兵的陪同下 市长谢国梁开心地与姐妹市 宫古岛市观光商工客长 川平敏光等贵宾握手打招呼 基隆市与日本冲绳县宫古岛市 缔结姐妹市已有16年的时间 双方互访交流频繁 也期盼未来深化体育等面向的交流 今天非常开心宫古岛的代表团来访 参加我们的中元季的活动 那很可惜他们的市长因为台风 他们必须要坐镇 所以由他们的宫山观光的客长 以及代表团还有议员共同来访 我们非常欢迎宫古岛的朋友们 再次来访基隆 我们从两个月前办的帆船赛 到两室的姐妹市的友谊 一直都非常地感谢他们对于基隆的各项 这个文化观光交流的贡献 未来希望继续能跟宫古岛学习 市长谢国良与宫古岛市观光商工客长 川平敏光互赠班首例 虽然宫古岛市长座席位一姓 应坐镇方台无法到访 但仍期待基隆市与宫古岛市 能彼此交流学习 实现粮食的共同发展繁荣 记者黄日生 陈淑品 李亮姐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迈路第169年的基隆中原季 基隆市文化局 特别在暖暖黄蜡市文化馆 策划胡纸美学印象展 希望大众能够注意到 胡纸这一项传统工艺 未来能继续传承发扬下去 基隆中原祭典中 让人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用胡纸做成的各式水灯头 为了让民众了解胡纸这项传统工艺 基隆市文化局 特别在黄蜡市文化馆 策划胡纸美学印象展 邀请林天丁 李清荣 吴登兴艺师 展出了诗头 神像 灯笼等胡纸作品 吸引不少民众到场欣赏 因为小时候就在基隆长大 对基隆中原祭是比过年还要重要的事情 小时候也会跟着家人一起带着纸箱 铺在路边一起看着中原祭的游行 很期待看车上很绚丽很漂亮的水灯头经过 就很想要凑近的看 因为自己本身对手工艺 还有一些传统文化方面很有兴趣 也因为这次李清荣老师有来这边参展 还有其他艺师有来参展 对这些手工艺东西有兴趣 所以想说来这边看看 那我们也会打造更多更好的环境 来给我们所有爱好艺术文化 跟亲子娱乐的朋友 来跟大家共享 让大家在基隆工作生活念书之余 都能够在我们基隆这个家里面 感受到更好的一个环境 我们今年这个展的主题是 古座纸糊类的一个介绍 那为什么会做纸糊类 其实是跟我们基隆中原祭 有很紧密的关系 就是我们需要有这些纸糊类的作品 就是 然后还有的就是 叫点时期要使用的这些叫点的器物 包含了四大元帅跟三神土地 还有大士爷等等的 这些都是透过纸扎的一个技术 把它形成的 那这个是今年设定纸糊的一个目标 就是一样是要跟基隆中原祭做连结 那我们的主题定做记忆 记忆记忆 当然很敖口 其实它源自我们基隆的这169年的记典里面 它的一个百年的记忆 然后还有我们这些作品里面赋予了 这是我们对于这些先人 或者是这些好兄弟们的一个关怀 所以是记上我们的心意 再来这记忆指的是这个工艺 就是我们回到我们这个狗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技术 就是它的技术怎么样的去保存跟推广 好 那我们这一次因为跟这些医师的关系 所以我们邀请了李清荣老师来担任我们的这个主要的展览的一个医师 然后还有林天丁老师两位 紫杂的东西它本身它的包含性相当相关广阔 无论任何材料它都有办法衔接上去 平常去讲承接的问题的话 相当困扫我们这个我们这一代 不能像以师傅教徒弟的心态来讲 要以老师教带学生的心态来讲 由学生发问题 老师我就帮你解决问题 对于文化局的用心结合基隆中原记 让民众有机会认识胡纸公益 获得各界的肯定 我们这个艺术是打造城市美感的工程 所以我想保存传统的记忆 才不会让我们忘记我们基隆人 忘记我们基隆人自己是谁 那基隆中原记长期在大家的推动努力之下 已经有这个160多年的历史传统 那身为基隆人 我们对这个基点是感到非常的骄傲 那这个是传统的艺术 我们的指壶 过去呢 大家可能会想到很多鬼神 所以让人家避而远之 那传统的指壶艺术 其实是包含对人的精神 对世界的敬畏与尊重 是传统道德的展现 那要谢谢我们的市长 还有我们的居长 不断的在这一些能够运用的场域上面 不管大还是小 尽量的丰富我们里面的内容 让我们在地 特别是暖暖的游戏 今天很多别地别区的区长 都到现场了 这是暖暖的光荣 我想黄纳石博物馆 从过去到现在 一直在基隆扮演很重要的一个文化传承的一个角色 那这一次我想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当初剪指的这个 传统的技法以及新的技法在这边交流 还有我们很多传统的一个艺术活动在这边进行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记忆能够唤起更多人对过去先人的这个生活的许多的想象 这次胡植美学印象展不但让民众有机会深入了解胡植之美 也让更多人重视到传统工艺面临的困境与传承 展览期间即日起展出到9月30号 欢迎对传统创作有兴趣的民众前往欣赏 记者陈淑萍丁克宇 基隆报道 为了要兼顾机车组停车与行人及弱势民众通行的权益 市府特别制作宣导片提醒机车组在骑楼停车时 要避免三种停车状况来保障行人的安全通行 宣导片中点出三大错误的骑楼停车状况 包括不要在骑楼横向停放机车 通往斑马县的骑楼通道不要停车 看到骑楼有绿脚丫的地贴也禁止停车 市长谢国良说为了让骑楼停车更有秩序 也兼顾行人和弱势民众行走的权益 市府特别制作宣导影片 请机车组朋友一起来配合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宣导 我也肯托大家 我们今天也请新闻科 把我们的这个宣导影片 放到各个社群媒体 因为我们现在有画出几个明确的区域 包括横向不能停机车 如果大家都停直的 你不能停横的 还有就是这个 这个斑马县的这个三角路口 不能停放 以及还有绿脚丫不能停放 那我们会慢慢的清楚的标签 因为过去我们也没有所谓的 机车停车格 那我们现在就不断的在画出来 更多的机车停车格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一步一步的区隔 让大家留通道 然后让大家这个 有很明确哪里可以停 哪里不可以停 这样子的一个区分 那我们慢慢在做这件事情 也请大家给我们更多的一些意见等等 透过生动活泼 清楚的影片宣导 市府请机车族朋友 能够一起来配合 让民众和弱势族群 能在骑楼便利安全的通行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鸡龙有如童话故事般的咖啡店在哪里呢 梦幻千层蛋糕到底有几钱啊 仙力版的委托行咖啡究竟在哪里呢 鸡龙味姐妹将用镜头带领观众实地走访体验鸡龙的味 表现出爱有千种表达方式 在鸡龙大大小小的故事里 是否让您感受到鸡龙是个处处有温情的城市呢 美丽鸡龙影片征选及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六届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勾达29万元 现在就拿起您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记录属于鸡龙的友爱城市 充满爱触动人心的故事吧 详情请驾活动官网 当科学家文学家还是艺术家 都不如有一个自己的家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你以为今天明天的日子照亮 其实你们在来为彼此互相照亮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过去无论你有局没局 在社会住宅里 人气广播都能再开心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大家好 我是内政部长林又昌 中产以下房贷族支持专案 从6月1号开始 开放线上申请 手续简片 免付证明文件 只要输入借款人的基本资料 就能够完成申请 通过申请者 单万元的支持金直接入账 符合资格的你 记得赶快来申请 有任何问题 欢迎拨打咨询专线 02-2162-1239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美洲山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都紧满了 那就随便紧好了 先生你这样停车违规哦 轻车停泛合法 骑楼停车空间只能有一列 并且停车方向必须垂直道路 另外必须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间 这样才可以兼顾到机车族停车 以及行人通行的权益 行行 拍手 拍手 另外地上贴有脚丫子的绿色地贴 禁止停车 即方会严格取缔 绿角压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将店面杂物 盛栽机车放在绿角压上面 让行人甚至行动不便的朋友们 能够方便同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